接下來的話,針對樞紐分析表的部分 我們剛剛主要是畫一個歷年的竊道折現圖 有沒有 那所以呢 如果... 所以特別是關鍵字,歷年 所以如果假設沒有這個欄位的話 那特別是你要做樞紐分析就沒辦法 所以要先把那個欄位給變出來 那至於怎麼變出來 那每個人的習慣不一樣 那你有更好的方法 你也可以試試看 那折現圖的話,我們用剛剛那個 只要把那個樞紐分析表畫出來 那折現圖就簡單了啦 OK 那接下來的話,如果我想要再畫第二個圖 各區的比例圖 欸?各區 那區當然現在沒有這個欄位 所以怎麼辦 一樣的道理,把它變出來 所以其實樞紐分析表 我是覺得還蠻好理解的 就是如果你要使用那個樞紐分析表之前 可能要掌握幾個要訣 第一個就是他要資料 所以你就要給他正確的資料欄位 要那個欄位哦 沒有那個欄位很抱歉,不行 那你說老師,如果他要歷年 那我可以給日期嗎? 沒辦法 他沒辦法幫你解析 除非說樞紐分析表後面的版本 他多了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幫你把日期解析出年的部分 那或許可以 那問題這樣也麻煩啦 倒不如你乾脆直接先給他一個年的欄位 區也是一樣 還有這個路接道 所以哦 我們接下來各區 另外我想要知道說 到底台北市那個路接道,哪一條路或接或道 他的切斷案件是最高的前十名 幫我列出來 並且繪製成直條圖 OK 所以哦 做到結果的話 其實理論上應該這個是折線圖嘛 這是比例圖嘛 OK 然後這個是直條圖 那我希望說 當然前面我們是用人工的方式來做啦 那後面的話我就希望說 把它變成FVBA的程式 OK 然後怎麼寫 不過這個 當我們按部就班 我是覺得以Sale有個優點就是說 它真的進可攻退可守 它可以簡單 也可以複雜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工具 應該只要善用 我覺得它表現應該不至於會 所以在一般的用途上面 不至於會輸給Python才對啦 那目前坊間 那個就是電腦書籍排行榜 很多都是透過Python 去做Exale的事情 我想說Python透過Python用 那你Exale本身就可以了 你幹嘛捨盡求遠 然後你還寫一個很複雜的程式 去處理Exale裡面 那你直接來用就好了嘛 或甚至你直接寫VBA就好了嘛 那這有什麼優勢嗎 我覺得有一點可能就是說 執行效率或許可能會比較快一些些 可是有時候直接存取 倒也不會差太多啦 不過這個可能就是還可以再討論 我目前看到好像一般 就是說那個書架上面看到的那些圖書 大部分Python處理Sale的相關資料 好像滿多的啦 那接下來我們來畫一個這個圖 各區的比例圖 怎麼繪製喔 那看到結果我是希望畫出來之後 然後可以讓我一個圖說文字 然後比例放出來 那並且可以把最高的這個區塊 有點像這個柄有沒有 幫我拉出來 那這樣就一目了然 你看起來其實說真的啦 連那個這個小朋友一看就知道說哪邊 有沒有 那如果你假設你給他一個原始資料啦 說真的誰看得懂啊 所以怎麼做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哪一區嘛 所以我們來先把這個 第一件事的話 我先打開剛剛這個資料 切回到原來的資料 然後並且在這個發生地點的右邊 多增加一個欄位叫區好了 所以在這邊打一個區 OK 那區很簡單 剛好我是覺得這資料 其實還滿OK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區 它剛好位置剛好是在第幾個字呢 剛好是第四個字嘛 那區剛好還好 台北市的區剛好都三個字 所以呢 取得區非常簡單 有沒有 直接怎麼樣 油標先放在這裡 然後插入什麼 插入一個這個函數嘛 那當然要取第幾個字嘛 你用MID就可以了 MID 因為它字剛好在中間嘛 不是在LAT 左邊也不是在Right 它在MID中間 對不對 MID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就跟它講三個訊息啦 第一個訊息 這參數給 Tesl應該就是哪個地址 地址給它 這個地址 第二的話 第幾個字 這個是STAR NUMBER 是第四個字 那要幾個字 你看我三個字 好 那你就把問題給它 答案就出來了 那你看一下 中正區 OK OK 按確定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 Sale說真的 如果會用 這個不需要特別去背 很直覺 你就可以把這個 結果給操作 而且 我覺得它有預覽功能 還蠻方便的 那如果你用程式來寫 就比較沒有那麼直覺 不過 這個可以再取捨 按確定 好 那向下填滿就OK 這個快點兩下 向下就自動填滿了 這個向下填滿功能 其實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它自己 幫你跑回圈的道理 有沒有 它在自動回圈 而且它還蠻聰明的 它會自動控制向下 自動追蹤到 它前面一欄的最下面一列 有沒有 那就剛剛好了 所以我覺得 以Sale這一點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 還蠻方便的 其實說真的做的事不多 但是結果 其實倒也還蠻好 所以第一個 先把這個MID先做出來 好 那有這個欄位之後呢 第二件事情 我希望繪製的是一個什麼呢 各區的比例圖 OK 所以各區比例圖 我這邊是可以Ctrl C 不過我後來 因為Google現在有一個新功能 就是它可以鎖那個 防血 就是防止別人竊取上面的資料 那我把它試用一下 我發現好像真的可以握個 因為剛剛同學 馬上就發現一個問題 是不能複製啊 好像也不能下載了 我看一下 好像它可以按右鍵 然後可以共用地方 這邊有個齒輪 它好像多這個齒輪 個別的 這個不是以前有的功能 然後它這邊有個叫什麼 檢視者 有沒有 就是你們是檢視者 它可以下載列印複製 那因為我打勾取消了 所以剛好有同學 要馬上發現這個問題 打勾看看 這個時候你們應該就可以了 OK 所以如果你要配分的話 那應該要打勾啦 好啦 目前我把它打勾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複製裡面的程式 應該才可以 所以以後 假設你發現這個問題 再跟我講一下 我再把全線打開一下 OK 我覺得現在雲端越做越厲害 這個功能其實 慢慢已經不輸給那個 你在Windows上面做的一些操作 OK 那再來的話 剛剛做到 OK 好 區就有了 好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畫那個樞紐分析表 那一樣嘛 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游標一樣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它會自動追蹤 有沒有 追蹤到了 如果假設啦 追蹤失效有沒有 或者範圍不對 你可能還是要Check一下 A1到G G欄 G的3526 OK 範圍應該沒錯 如果 假如範圍不對 你可能要改一下 因為它不是每次都會正確 那如果 不是每次都正確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你給它的資料沒有正規化 所謂的正規化 其實道理很簡單 就是要長得像資料表 資料庫的那個架構 所以欄位名稱一定要在上面 有沒有 然後中間不要缺欄位名稱 缺東缺西的 你不要把它當握的用 你最好讓它長得像資料庫 資料表 那相對的樞紐分析就比較沒問題 OK 會發生問題的 通常是你把它拿來當握的 最大問題啦 常常發生就是跨欄至中 千萬不要用跨欄至中 因為樞紐分析表 看不懂跨欄至中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拿跨欄至中的資料去 位給樞紐分析表 完蛋了 完全不能用 怎麼辦 所以啦 像我用Excel 我盡量不要用跨欄至中 你應該知道跨欄至中吧 跨欄至中是給Wall用的 你不要把它拿來Excel用 那你用你就完了 你如果要樞紐分析表 請你把所有跨欄至中 通通改回來 不然很抱歉 他看不懂 為什麼跨欄至中是跨很多欄 或跨很多列 才會一個資料 那這個時候樞紐分析表 只會取第一個 其他都沒有 那就麻煩了 所以資料正規的話 大概就這些 不外乎就是說 你上面也有欄位名稱 下面縱向就資料 然後裡面不要跨欄至中 大概這些問題不要發生 理論上樞紐分析表 出錯的機率蠻低的 而且蠻好用的 說真的啦 我覺得還蠻人性化的 OK 那接下來的話 你就按確定 它就跳一個工作表給你嘛 你就把什麼 把區拉過來 有沒有 拉到你要統計的嘛 OK 那這一區就有了 有沒有 然後再把區拉到直 那因為區裡面放的資料是文字 所以它就自動幫你計數 計算幾個 所以出現的話 馬上就出現了 切到按鍵發聲的數量 看得出來 不過啦 如果我們想要凸顯的是 就是那個治安最差的放前面 那你可以把游標再放在B4 然後利用那個資料裡面有個Z到A 有沒有 讓它怎麼樣 把它排序一下 馬上就可以知道 到底哪裡 哪一區的治安 是最差 不過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啦 應該不意外的 第一名呢 就是 哪一區呢 很多人上上有同學就 就拆那個旺華區 其實旺華好像沒那麼糟 看一下 旺華還排第三名 有沒有 所以其實 不要把那個旺華給汙名化了 有沒有 所以你到旺華你會覺得 尤其是去蒙甲公園 出來你簡直是 覺得這地方 有點怪怪的 但是也好像沒那麼糟啦 OK 其實治安好像切到最多的 好像是中山區啦 其次是士林區 再其次才是萬華 再其次是北投 感覺好像可以猜得出來 那反而就是 好像都是舊社區耶 那其中 治安最好的是哪一個 就反而很驚訝 治安最好的居然是 大同區耶 大同區跟那個什麼 萬華區好像就 應該是隔一條街吧 萬華過去就是 就大稻埕那一塊吧 是不是 OK 反而那一塊自然的 而且他也是老社區 但去大稻埕感覺好像 他們 人跟人之間好像比較有交流的感覺 好像有社區營造耶 整體好像有做一些 合作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互相好像都會稍微注意一下左右鄰居吧 所以只要有注意到的話 那招小偷的機率應該 就應該比較低吧 我不知道啦 這是我自己的推論 所以這個後續還是有很多地方 可以再做一點功課的啦 坦白講這已經可以再做一些研究了啦 OK 那再其次才是南港 然後文山好像不意外啦 只是說文山 好像又沒有底下的好 那大安區好像有點高 可能因為那邊有錢人多 反而偷起來應該是比較有CP值的 不然的話小偷偷一偷就 奇怪你比我還窮 所以順便把他的錢還留下來 你真的你家好窮 所以小偷還同情你 好啦 那最後的話呢 繪製出 再來我們就畫一個圖 畫圖的話一樣 所以我剛剛先把區 拖拉到區 然後再計數有沒有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排序 特別是要游標放B4 然後Z到A就可以了 OK 位置很重要喔 放這邊 然後Z到A一下 OK 這樣的話就排序了嘛 那最後的話呢 就畫個圖 那畫圖其實跟剛剛一樣 游標一樣放在這個區域裡面 然後分析裡面 畫一個各區的比例啦 那我是覺得因為你用數量 我覺得好像比較沒有那個FU 我覺得最直覺好像用比例圖 就是用圓形圖 有沒有 然後呢 但圓形圖它有很多種效果 那我們不要用那麼花俏的啦 我們用那個什麼 我們用2D的就好了 那你說老師我想要3D立體一點 OK 或者子母也可以你自己玩玩看 反正這些圖 其實主要就是讓人家越直覺越好 那至於哪個效果比較好 有時候是4出來的 OK 所以有時候你可以自己畫一畫看 換個圖看看 會不會效果更好 如果可以更好 那你可以用那個沒關係 OK 當然一般也沒有那麼複雜啦 我們簡單 簡單的話用圓形2D的就好了 有沒有 但是2D有個缺點 按確定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把它放大一下 當然一般習慣 就是會先把上面的這個標題 改一下 點一下有沒有 把這個改一下 也許改成叫什麼 改這個好了 叫各區的那個 各區的比例圖好了 或者叫 我還是名稱自己取一下 我叫各區比例圖 OK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一樣 我習慣就是把這個 常用裡面的字 把它變成紅色啦 字放大 大概20 大概20好了 OK 然後出題一下看看 反正這個自己可以調整一下 一樣這個有個圖例 所謂的圖例 英文應該叫Lections吧 Lections其實主要就是說明 每一塊每一塊到底是什麼 不過你會發現 它有個缺點 這什麼 你還要再看這個顏色 你才會知道這是中山區 這個顏色又跟這個顏色很近 所以你看一看可能會看成中山區 對不對 那很不方便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我的習慣 當然你這個人你可以調整沒關係 你一般習慣我不要圖例 這個叫圖例 一般把它delete掉 如果你不delete掉 其實好像可以 如果假設你不delete掉 它應該是可以從這邊去設定的 這個叫 這個其實比較麻煩一點 圖例有沒有 把它改成五啦 這個也可以把它取消掉 可是我覺得 你要找到這個功能有點不好找 本來好像是在右 這個本來在這邊 所以幾個方法 你可以從這邊去把它改成無 或者是直覺 不過我覺得直覺比較快 點它一下 按delete就可以了 這樣好像比較直覺 我發現有些同學找不到那個 旁邊剛剛這個叫什麼 新增圖表項目 OK 那可是問題如果我把它第一張 怎麼會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 我建議各位 你可以在上面加上標籤 那個標籤怎麼加比較簡單 很簡單喔 按滑鼠右鍵 你會馬上看到有個功能 叫做新增資料標籤的選項 它會有兩個選項讓你選 按右鍵喔 新增資料標籤 那其中的話我比較推薦下面這個 叫做圖縮文字 OK 為什麼呢 因為圖縮文字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新增這個圖縮文字 馬上就有了 中山區13% 士林區11% 就OK了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不要這個方式的話 其實也是另外一個也可以啦 只是說很複雜很麻煩 你如果新增資料標籤之後 你還要再去調整 而且還要再增加 太麻煩了 算了 如果你實在沒時間 我建議你剛用圖縮文字算了 如果你想要徹底了解啦 你自己再玩玩看 這個可以調蠻多細部的東西 所以也許先用新增圖縮文字這個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直接怎麼樣 直接再把這個拉出來 怎麼樣拉出來 記得喔 先點一下是選整個 點一下 選到圓 第二下的話 再去點中山區 表示說我選了這一塊 然後就把它往外推 按住標放往外推 這樣就OK了 那如果你要收回來一樣 按住它往內推 這樣就OK了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那個 各區的比例圖給匯置完成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我重點回顧 一 插入一個欄位 名稱 把它用MID函數 取得第四個字取三個字 第二的話就插入那個 什麼呢 樞紐分析表 把它排序一下 那再插入那個 各區的比例 用那個圓形圖就可以 那最後的話 我把這個 這個名稱把它改一下 OK 各區比例圖 好 試試看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